记者彭婉新台北报道,针对印尼政府迄今已期度登上我国渔船实施登检或扣押,外交部发言人李献章金表示,印尼相关执法行动并非针对我国船只,而是基于防范偷渡,走私及其他国境的安全考量,是全面性,无歧视性的执法行为。 我国东港急于船代委13号日前在麻六甲海峡遭印尼政府登检扣留,查无不法后,才获释离开。 外交部亚太司司长陈文仪本月18日并,为此召建入台北印尼经济贸易代表处, Edo,代表罗伯特,Robert James Bantelio,就印尼政府今年迄今已期度对台湾急于船实施登检或要求入缸检查,且似有执法过当情事等表达严正抗议。 据悉,陈文仪并在会面中表示,判台湾,印尼间建立海域执法对话相关合作机制。 知情人士表示,近来印尼方面已先后插获两艘我国籍船只均运在超过一公吨毒品,因数量庞大造成印尼舆论哗然。 令截至本年三月,我在印尼系与国人计108人,其中104人与毒品有关,12人遭判死刑。 依据印尼掌握的请资显示,四仍有我船只尼四级载运毒品入境印尼,印尼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与警觉,原籍加强其海域巡逻强度,以期度决毒品于海上。 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说,印尼相关执法行动并非针对我国籍船只,基于防范偷渡,走私及其他国境安全考量,印尼公务船只一对临近的马,泰等国船只及其他可疑船舶实施登检查扣,是全面性,无歧视性的执法行为。 他表示,打击包括贩运毒品在内的跨国罪行,为我政府跨部会及涉外的重点工作,也是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,急需各国携手合作。 我国会继续与各国及相关国际组织共同合作打击跨国罪行,外交部也及次再次郑重呼吁国人出国商旅,务必遵守当地国法规,切勿从事有违攻续良俗或触犯法律的行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